我是國貿局 高雄財事處 賴國興 賴出廠 為我們做專案報告 然後請場官員請假 開情報 incomes 請閉門節 請閉門給賊 gilt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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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主要進行的部分 這是無貿易跟EQA 架構協議主要的一個關係 第二個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辦演討論的時候 有些廠商提出來說 我們已經加入了VT 為什麼我們還要7000EQA 最主要的一個區別就是 優惠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來到VT 總共159 我們是第144的加入 大陸是143的 加入以後大家就談好 台灣的民眾關稅是 平均的民眾關稅是第1% 大概是4.5% 我們算5% 我們對其他158國家都是5% 大陸也是一樣 大陸民眾關稅是9.5% 所以他對158國家都是9.5% 大陸沒有本來繼續在談 大家都知道一彎沒有 一彎先繼續降 我們一彎要繼續開放 但是因為太多國家 我們一彎不懂 所以多了5年 6年 甚至到10年都還不懂 所以陸西有些國家都說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 我們兩個 我們三個 我們六個 我們先談好 就變成FTA 我們先降稅 我們先開放 所以他們可以享受 更優惠的關稅 更開放的 對方國家進入他的社場 因為他社場 所以才會有 這個基益經濟 為什麼要這款 那接下來先跟大家講 無貿易 無貿易其實 很多我們像電信啊 金融啊 餐飲啊 交通印書啊 其實都沒有 無略 無略 無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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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主要的模式有試者 大家看到 第一個模式就是 透過網際網路來跨境的 可以做服務的 就是委員 不要到你國家 透過網際網路的電話 傳證來指導你 就可以服務的 那第二個就是 請你的人到我國家來 就像光光 我到類似光光 到一刻到台灣 一樣的 就到我國家來 那第三種就是 設服務機點 我到對方國家去 設公司 子公司和公司都要設 所以這個實際 就在這個模式上 就是開放雙向 我只能到我國家來 設商店 那因為有設商店 所以會有模式 就是自然的 我又愛主管 愛代表的人 愛幹部 犯人全家協助 那 剛剛政委 也有提到說 他只是幹部 代表人家經營 他最多年輕的人 就是他的電子 那 一般的勞工 一定要在台灣 這樣 所以 如果你有開放 勞工到台灣 那 只是幹部 只是幹部 那 那 目前 還在談貨品 ere 無外禮跟貨品 到底是洗洗相 в 有產品的製造業 那你服務的部分你才有 我產品要出不去 放在後櫃裡面 都會有運輸鏈的化妝 所以就在裡面 所以如果說這個 後品貿易沒有貫走 後品貿易最主要是關稅 我產品要清潔地點 所以後品貿易裡面最主要是 關稅減浪跟它消除的一個方式 後續的就是為了關稅 或者貨品通關的便利 譬如說延展力規則 還有海關的程序 或者食品的檢驗 動物的檢疫 大概貨品的部分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說要找收信 因為按照貨品的話 如果按照WCO的分類 六位碼大概是四五千下 那在FR或者FDA在談 主要是用八位碼 在台灣有八千多項 大陸有七千多項 所以如果要 它是一項一項談 如果你要全部談完 可能三年五年會談一下 所以為什麼要找收信來 聯益就在這裡 那接下來 我很快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我們要簽EQUA 這就是我們面臨的 內外環境的不好 第一個台灣我們都知道 它的市場規模再講 它是出口導向的經濟 我們從民國六十年開始有外匯 就是開始出潮 其實我們台灣是享受自由貿易 社會國最大的之一 因為我們可以把產品賣到錢世界去 賺了錢 我們才發展我們的工業 改善我們的人民的生活 我們是自由貿易的社會者 但是我們資源太小 都要靠出口 因為台灣只不過兩千三百元 一般經濟學家的一個說明 它是說 所謂一個規模經濟 大概要有六千萬元 還可以支撐你內心的產業 那我們現在是 第十八大的進口跟出潤口 這個其實也不容易 那接下來就大家常談 少子化跟人口涼化的問題 這個是現在進級市 這是現在聯合報曾經一個報導 他說一年 一年國中畢業生要少一兩萬人 一萬人 兩萬人 其實是蠻嚴重 大家一定有注意到高峰的什麼 數位內容協議評達技術協議 已經面臨退場 已經面臨退場 這是現在進行市 那底下是一個統計 說2012年我們是6.7位 青狀能夠服養一個老人 到2013年我們是2.7位 所以網路上有篇文章是說 我們這一代是孝順父母的最後一代 也是被子女拋棄的第一代 第一代 那這個是天價雜誌裡面 在今年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 他的一個專論的報導 大學倒閉草提前兩年報告 這個是現在進行市 現在進行市 這個給大家參考經濟會統計 我們到2006年就是最內籤的 你看上面年紀大的比較多 因為現在大家很注重法健 所以年齡越來越高 到時候80歲的會非常的多 那我們外在環境是 尤其是經貿環境跟大家報告 是戒指是沒有辦法輕鬆 第一個 大陸已經從世界的工廠 轉變了世界市場 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他的去年的GDP是9.3兆 美國是16.2兆 16.2兆 那大陸每年 如果從7年來講 他是一年從世界進口1.8兆美金的過 僅至於美國2.2兆是世界第二大的進口 但依據在幾年後 他一定會超過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的進口 世界第一大的進口 那這裡也是告訴大家 中國的貿易已經在做質變 第一個是說 東協跟大陸 大陸現在非常重視東協的經營 大家如果有印象 習近平國家主席 跟李克強總理 去年底都到東南亞去訪問 尤其是李克強總理 去年10月10號到東協 文來去參加他的東協 他大陸叫總統跟中國的領導的會議 他提出了兩個共識跟七個框架 七個框架裡面一個就是 要加強跟中協FDA的升級板 他們現在已經有FDA了 2010年已經低過降稅 現在的升級板準備到2015年完成簽訂 完成簽訂以後 就把大部分的貨品 小貨品貿易的關稅 幾乎要降超零關稅 現在東協前年 東協跟大陸的貿易額是4千利米 我們跟東協貿易額是880米 我們才有4千利 今年預計 經濟家預計說 去年 2013年 他們雙倍的貿易額應該可以增加1千利 增加1千利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 台灣輸到東協 台灣輸到大陸的貨品 會輸到台北 第二點就是加工貿易的思維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經濟不好 這是聯名之一 因為我們到大陸設廠 跟台灣出國營料到大陸加工以後 你哪裏拍照 這個 這可以不用拿名片 喔 對 對 對 而且我拍了我們要對 免得整個錯了 他不需要再從台灣去 加上他跟中協 有FPA 他有接手的工程 這是我們很嚴重的意料 有問題 那台灣跟大陸的經貿關係 為什麼會不會這樣 我們看這個分析 看這個分析 這2013年分析 我們出口到大陸 佔我們出口的總 我們去年出口到全世界是3千利 12億元 算3千利 但是出口到大陸是1千6百億元 加上香港 這裡是澳洲西 加上香港 澳門 所以主要是香港 算12%加起來是39% 都是出口到大陸跟香港 所以你知道大陸是我們第一大的出口市場 第一大出口 這是我們為什麼大陸 必須要有FPA的原因 那七一貿易 就是我們常講的FPA 到去年的時候已經有384 最近十年是248個 245號 是非常多的 那經紀會副主委 林主教經紀會 在做一次簡報 他說他本來是用另外一種 世界地圖 然後用黑線地圖 他發覺說這個圖報就是 為什麼變成一堂多 所謂的線太多了 所以知道大家為什麼 在台北 為什麼在台北 七一貿易 也聯繫在這裡 因為對彼此都有好處 我認譽了 那我們曾經跟 曾經跟中美這五個國家 簽了四個鐵 但是大家知道 五個中華聯關 佔我們出口貿易是多少 百分之零點 不到百分之一 對我們來講是可以的 那現在加入紐西蘭也不到百分之一 加入新加坡多的百分之五 如果加了大陸我們 他就可以做到百分之一 所以大陸的 市場更重要性 和小的值 那這個給大家參考就好了 主要是我們看韓國 韓國現在已經簽了46個國家 這只講生效 如果說加上七年底 他已經跟澳洲談好了 還沒有簽訂還沒有生效 今年的三月跟加拿大談好 還沒生效 如果加起來是458月 這樣 458月 如果加上他中日韓 中海再簽訂 加上RCEP TPP在交的 又韓國的FPM 經貿的布局被完成 是好的經貿的 我們看你一下 國國五大出國市場 他們在做誰 五大出國市場 我跟大家報告大陸 第一 第二大 是東寫十五 第三大是美國 第四大是歐毛 第五大是日本 你看他們這些國家在做什麼 像TPP 我們常常講 TPP有所有國家 裡面 美國是我們的第三大出國 日本是第五大 新加坡 所以我們來馬前一來 都市下一個 東寫十五 東寫十五 裡面 那他們TPP準備 2014年要完整 談談能量 這裡有跟大家報告 馬總統也就是說 我們要盡快加入TPP 那TPP如果他開放其他國家 加入的時候 他有一個特色 我TPP談好的條件 你要加入的人 就是完全接受 沒有時候重談 我現在台南條件 譬如說無貿易開放百分之九十 貨米貿易開放百分之九十八 那你台灣要加入 你跟少偶條件 沒有的話 就沒有加入 所以TPP 被認為是高規格的治理貿易 那你台灣 可能準備好 準備加入 那RCEP的就是 東寫十五 叫十加六 十加六 十加六 很簡單就是 十五加上 中、日、韓 還有米、報、印度 十加六 十加六 那東北大陸 我們第一大出口 是南四 還是第五大 韓國是在裡面 韓國在十加三 已經叫做 2011內 也是第一國家 最王帝 那現在進入教育 準備到2015年 完成談判 完成談判 所以韓國在東寫 在道路 如果完成談判的話 台灣 真的會很慘 我們自己公演 現在報告就很慘 所以 跟大家報告一個就是 禮拜一的時候 跟那個 參加一個訪勤 是不是 那個七七各位理事長 七里市長 我們接駁車 就跑一手 我就問他 你一直以為 他 攻擊機 輸美國狀況怎麼樣 你都滿正常的 上個月衰退的反省時間 那就是反省時間 為什麼 這個韓國跟美國也會體驗 比如 你一個人三年生活 那你成效 關稅是四點到的 關稅是五點到的 那 他說 你的客戶啊 他說你的客戶 我還是跟你買 但是關稅要你吸 那 韓國 已經跟 大陸啊 跟大家報告 韓國是中日韓要簽一個 中韓還要簽一個 韓國為什麼這樣 中日韓已經簽了 為什麼 中韓還要簽 中韓還要簽